立法會財委會大比數通過海洋公園28億撥款 多個議員關注公園 未來會不會入不敷之 公園主席劉明偉說 相信水上樂園會有吸引力 而山下的一餐飲區 也會有美國南加州的感覺 有譚曉彤報道 海洋公園計上年拿到54億元撥款被過倒閉 再次去到財委會申請撥款 今次是要重生 計劃包括山上機動遊戲外判出去營運 山下園區便免費開放 景點、展館、續航收費 最低資訊是 那個其實真的是最後一趟 如果其他辦法都控制不到體驗質素的話 這個是要考慮 香港是需要一些outlet的 可能是平價的名牌衣服 不打算是這樣複製另一個商場 我們心目中打造的是一個戶外露天式的購物 零售飲食 消閒的地方 會令我或其他人想起可能是南加州的一些半露天的商場 申請撥款當中的16億6千多萬 政府說包括水上樂園 未能夠在下季及時開幕的佔底開支 而工程超支了18億 耗資共40億 最怕就是入不敷出 將來年年都來拿補貼 因為浸濕了一個40億的偷 你是不是現在實質 你不會再回來拿錢 真的對那裏有信心 做不下的生意是不應該一定要始終 那是不是就是yes 這個是我個人的觀點 劉明說有透露管理層減升了5%至15% 至於管治架構是否要簡化改革 他說要仔細研究 26票贊成1票反對0票棄權 我宣佈建議獲得通過 反對票是來自熱血公民鄭松泰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同報到